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蜜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亦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好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欠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欠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十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行星 行星銀行的行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火土 planet 行星 如果要讀得誇張一點 行星 行路過行 我現在是說行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造的三度左右 有一顆叫charaton 這樣叫行星 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injury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拾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的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裁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鬥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都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了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 女人 第二 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 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 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益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趨吉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 竟然還差過那些無聊的照片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還有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 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 射手男射手女 今期第一個能量叫吳領程 詳情是完全聽天秤座說的東西 你們找回上個再上個post 那就是天秤座 因為天秤座完全是經歷了一些不領程的東西 你們部分一可以聽他的 然後部分二呢 你們也會怎樣呢 就是臉皮不夠厚 我不應該說你們 因為我自己也是太陽射手座 又叫人馬座 所以呢 所以呢 有時候 自己想去ask for help 你看到其實 有一些人他們是應該幫到手的 還有我們的直覺都是沒錯 他們真的幫到手 只不過跟他們可能呢 一向不是說太熟 都熟熟的 可能是點頭之交 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又或者你會覺得 不知道他會不會真的肯幫我呢 他會不會請我吃閉門巾呢 我會不會搞到自己很懶惰呢 那這些東西會怕被人拒絕 那你甚至說 如果我們要推而廣之去講到說 會不會是我們不敢去示愛呢 去表達自己的一些善意出來呢 怕別人會把我們給他的善意可能是誤解啊 或者是很冷冷地拒絕呢 那所以全部這些東西呢 都是說我們射手男射手女 在今期裡面呢 就經常去ask for favor 或者可能真的去給一些 favor 出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面皮不夠好 因為我們很多的一些顧慮 或者尤其是我們過往的一些受傷的經驗 限制了我們的行動 那要知道 如果我們不及時去把握的話呢 其實每蘇州過河沒有聽答的 因為我剛剛也說過 其實這個 就是你想去 我叫做弄落一下 弄落一下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我想不到一些更好的字眼 就是你想去approach 或者叫ok 想去接近的這些對象呢 其實跟我們真的挺合的 說真的 只不過可能我們 會有一個誤解 覺得他可能 唉他都不肯幫我了 或者覺得不熟 是的 但是其實他有這些資源呢 我們不去用其實會浪費了 是的 就是好像政府那些 funding OK 我們不去拿 政府他又收回 當然去拿到盡 尤其是這個暴政 是不是我們交得稅 所以 我不是說我們應有 我不是說我們一定是有這個義務 要去拿他們的資源 就是我們一定要去ask for this favor 或者去approach他 但是其實 當我們肯去放下我們的心房 去接觸這個人的時候 其實他是可以幫到我們了 是的 只怕 我們不找的時候 他的這些資源 他都自己沒有定用 明白嗎 所以 我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 是的 其實說真的 如果 我們真的去approach這個人的話 其實 背後 我們之後那個關係 是可以越發展越好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凡事都有第一次 是吧 有些事情 你第一次做一次污兩次胃 是不是 這個好像是壞事來的 就是 一次生兩次熟 是不是 你第一步一定是很難的 是的 還有自己不要太多心 其實 這個議長可以的 是的 大家鼓起勇氣 是的